- 驾驶证先生,驾驶证行业证看下来。 - 驾驶证我忘了拿了。 - 你驾驶证忘了拿了是吧? - 这个车是谁的车? - 我的车。 - 靠边。 - 你有电子驾证吗? - 电子驾证也没有。 - 电子驾证怎么也没有啊? - 你的驾驶证为什么没拿? - 驾驶证为什么没拿? - 驾驶证忘了拿了。 - 忘了拿了? - 身份证号知道吧? - 知道。 - 让我查一下驾驶证。 - 不用查了,驾驶吊销了。 - 驾驶吊销了? - 驾驶吊销了? - 嗯。 - 那我刚才问你拿了这个车有没有? - 你说有。 - 你说没带? - 没有。 - 没有。 - 驾驶为什么吊销? - 就是喝酒了。 - 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开车吗? - 嗯。 - 这样吧。 - 你这种情况我这个地方你处理不了, - 咱们到这个违法处理室。 - 多进你们的处理,我再查一下。 - 好吧。 - 好。 - 走。 - 吊销期间人驾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违法行为。 - 好。 - 之所以说大,因为它的危害性太多了。 - 嗯。 - 违害人民嘛。 - 违害人民。 - 违害人民。 - 违害自己。 - 违害自己,是吧。 - 比如说,如果一旦出事故了。 - 这个后果是不是比较严重? - 是的。 - 保险能报不能? - 不能不能不能。 - 知道错误了。 - 知道错误了。 - 现在知道错误了。 - 知道。 - 不晚,今天这个不晚。 - 因为还没有出事。 - 一旦出事的话,那就麻烦了。 - 就刚才所说的那些。 - 好。 - 当时应该明确的告诉你了,五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价值证啊。 - 我这是追价。 - 你也追价? - 啊? - 我这是追价吧。 - 你这是G12分。 - 嗯。 - 你现在已经G12分,价值证是扣留期间。 - 等于把你的价值证给你扣了。 - 我也是8年。 - 你是半年也是因为9,是吧? - 嗯。 - 那你这个啊,和它的不一样。 - 你的应该是在,这个9价值在80以内,当时是多少? - 20。 - 20。 - 26。 - 26是吧? - 26是9后驾驶。 - 是战扣。 - 隔夜9。 - 隔夜9。 - 不管它隔夜不隔夜,反正是9后驾驶了。 - 即12分,战扣6个月。 - 驾驶证战扣6个月。 - 是不是这样。 - 对。 - 它的比你的上升了一个等级。 - 一个档次。 - 对对对对,一个档次。 - 最驾。 - 它的是吊销驾驶证。 - 五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 可不是几个月,可不是6个月。 - 跟它的不一样。 - 所以这五年都不能开车。 - 你想考驾驶证也考不成。 - 知道危害了吧? - 知道麻烦了吧? - 大家都得学习。 - 对,你们两个都得学习。 - 它不用学习。 - 它不用学习,你必须学习。 - 我得学习。 - 学习,然后庆龄。 - 十二分庆龄。 - 它在学习的时候是重新考驾驶证。 - 重新考试。 - 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 - 你的子,科目一。 - 知道了? - 你们两个完全不一样。 - 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 所以很麻烦。 - 很不方便。 - 是不是? - 以后,还有大约四年半的时间。 - 绝对不能摸车。 - 你俩打响了,俩都开车了。 - 还都没认,还都开车了。 - 你不知道他的驾证掉下了。 - 我跟着他干活的。 - 跟着他干活的。 - 哎哟,这哥们跟得好。 - 你的驾驶证状态你知道。 - 我得知道。 - 当时他让你开车了没有? - 没有。 - 他没说,来来来,你开吧,没说。 - 我没有驾驶。 - 你知道,所以你也没让他开。 - 你自己大胆地就开了。 - 不是,我都是在那里面, - 都是在空间干个小活。 - 他有得叫自己绑上的。 - 我都把今天本人都不认识。 - 我知道。 - 我知道。 - 你不讲你怎么,什么情况干小活。 - 但是你的驾驶证状态, - 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 - 这一次知道错误了。 - 这一次知道错误了。 - 没证期间,也没说让别人开车。 - 没有。 - 没有。 - 自己直接就想让我自己开车。 - 够大胆。 - 够大胆。 - 来吧,接受处罚。 - 这个罚单已经开过了。 - 得分你的车, - 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没有驾驶证。 - 一定要过来一个有驾驶证的人, - 过来开车。 - 叫了,叫了,叫了。 - 已经叫过了,是吧。 - 观众朋友们, - 刚才我们查出了一个无证驾驶的驾驶员。 - 没想到他的同伴和他一样驾驶证也出现了问题。 - 那么今天这两个人都因为驾驶的问题驾驶证不能正常使用。 - 我也是无语, - 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 那么在这里我想提醒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们, - 如果自己的驾驶证有问题, - 一定不要抱着这个矫情心理来上路。 - 否则我们的计查不公系统可能在风里雨里都在等着你。 -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节目见。 - 下回来了! - 今天是立东也是新一周的开始。 - 很高兴看到又有一些小伙伴们能走出小区, - 重新开启正常生活。 - 那随着防控政策进一步放开, - 目前进出郑州需要什么手续? - 注意事项有问题。 - 藤立东uição是在融品上出转板球体 이�na移动转件。 - 请小心走。 - dzięk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地铁已经开始缩短跳站运行班次 所以这两天有上班出行需求的朋友们 请合理规划好时间 做好个人防护 及时做核酸呀 小辉在路上记者报道 前不久河南交警推出了便民措施 一共10项车架管业务 可以延期6个月 因此收到了不少市民的好评 可以啊 这个可以啊 这个的话我也不太轻松啊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那比较方便 比较好啊 与此同时啊 大家对于业务的办理 也有一些疑问 那在哪一些业务可以延期呢 现在我正靠假照了 如果现在靠假照可以延期呢 在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的3月1日期间 审车 报废 原号牌的保留 互联网预选号牌 驾驶证审验 驾驶证期满患症体检 驾驶证期满患症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以及驾驶证注销 学习驾驶证明 满分教育等10项业务 均可以延期6个月半 我的车是外地的 能不能这样可以延续来站证明 郑州以外的驾驶人 以及车辆业务啊 请咨询当地的交管部门 驾驶证归属地为郑州的驾驶人 车牌号为裕A和裕V的机动车 均可以享受该政策 驾驶证逾期未患症的话 可以正常使用吗 可以正常行驶吗 年期的政策是不会受影响的 但是呢也是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 具备办理条件以后 也请您记得尽快地办理 不要等到最后一刻 我想问一下 驾驶证的电话号码怎么变更 更新联系方式可以通过交管 12123来进行办理 当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驾驶员 车主是单位的变更联系方式 需要在线下进行办理 学法减分 现在APP还可以办理吗 学法减分的整个流程 分为四个步骤 分别是网上学习考试申请 网上学习 网上考试和驾驶证减免分 机动车驾驶人参加网上学习 且经考试合格的一次减免一分 一个计分周期内最高减免计分 可以达到六分 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 车管所和业务大厅 暂时还没有恢复 线下业务的办理工作 大家可以通过 交管12123APP 进行部分的业务的办理 我们也将会及时 为大家更新最新的消息 小卫在路上记者为您报道 前不久开封骑线的交警 在夜查行动的时候发现 一辆小新普通客车的司机 在远远看到他们的时候 就停了下来 交警向前查看的时候发现 他身上透着浓浓的酒气 可是对他进行呼吸式 酒精检测的时候 却非常的不顺利 沐浓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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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 五秒啊 白短 我給你大腿啊 好 一隻腿吹五秒 五秒 五秒 我白天聽白天啊 好 吸吸 吸吸 不想你聽白天 不想你聽一隻腿 我叫你大腿啊 不用 好好 你看著啊 好 看我這裡 這簡單的吹氣動作 在這名司機做起來 那是相當的困難 集的交警只能現場教學 因為啊 不管怎麼樣 這個檢測他逃不過 五千點 五千點 就要數得二 多少 就要數十 多少十 多少十 多次測試 最後才成功了 顯示的數值是七十 然後呢 他就是 又說 他是喝的是紅牛 沒有喝酒 對這個數值有意義 因為他有意義 我們就是帶他到醫院 進行抽血化驗 抽血化驗的結果 顯示為 就是3.5 已經大於80了 大於80的就屬於 醉酒駕駛 涉嫌危險駕駛罪 這抽血檢測的結果 可是更加精準的 相信這名司機 看到檢測報告的時候 一定是心理是五味雜陳 他的僥倖心理啊 讓他的定性 從了酒駕變成了醉駕 所以還是要提醒 廣大司機朋友們 僥倖心理不要有 千萬呀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小會在路上記者為您報道 這真是大喜的尷尬呀 這是發生在鄭州市尾三路附近 完好無損的路面 寥寥無幾的車輛 兩人就這樣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正是因為事發突然 二人站在原地 四目相對 半天都沒有反應過來 這起事故造成兩人受傷 電動車受損 不過呀 當民警問起限量情況時 兩人是各說各的理 你可以調監控 我正從那正常走著呢 然後騎著也不管 他猛著從那傳出來了 傳出來了 他跑得比較快 他跑了 我終於走過來了 你說走著你可以調監控 師傅 您說一下什麼情況 我就從那邊走出來 從這兩個吃飯中間出來的 嗯 要說吧 這兩個人說的都挺有道理的 他走他的路 他騎他的車 但是呀 這互不相干的兩個人 碰撞在一起 肯定是有原因的 直接出來的沒有 先停下來看看再說 你看你看下面有車呀 這就是說實在有車遮擋視線 哎呀 咱們說實在出事出事 你千房萬房 說實在咱們開車都知道 有些鬼探頭不好防的 那這樣吧 倆人都受傷了 嗯 那有監控站頭 我們該走立案程序 我們在故事故事 在移交移交 或者說雙方保持手機上中 聽電話通知去我們交警一大隊 到時候我們有事故中對民警 會接受這個事故 展開後續的調查取證 好吧 最終民警在調取事發路段的公共視頻後 經分析論證 此事故系張某橫過道路 為走人心橫道 和趙某駕駛非機動車 為確保安全共同造成的 行人張某負事故的主要責任 電動車駕駛員趙某負次要責任 還是那句話 這一看二慢三通過 更不要在車輛臨近時突然加速橫穿 或